哈喽,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餐我吃的是菠菜鸡蛋汤 因为早上和中午我出去吃了大餐 所以晚上我就不吃主食了 吃的比较清淡一些 用菠菜和鸡蛋做了一个汤 里边放了一点胡椒粉 放了一点盐 尝一口 比较清淡一点 如果说你早上和中午吃了大餐的话 记得晚上就用这样的汤去清清尝 特别好 你们晚餐其实也可以这样吃 煮一个汤,然后你们觉得吃不饱呢 可以再加一个主食 比如说什么红薯了,紫薯了,山药了 或者胡萝卜,你们去加一个主食 这样去吃很好的 其实减肥就是一个自律的过程 你偶尔去吃一顿的话呢 晚上回来以后就轻轻尝 像做一些什么木耳汤了,冬瓜汤了 或者说像我做的这种汤都可以的 清淡一些,晚上就不吃主食了 这样子,第二盆提供也不过意太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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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